长耿祖灌肠案例 下肢水肿 发热38.5度左右 喘得很厉害 不停吐黑痰 很粘稠 用纸倒烟布才能抠出 自觉热得难受 不愿盖背 吃少量硫食约40毫升 它食不下 都是硬给它吃的 用新鲜姜两斤 加2000毫升水 熬两小时至约200毫升 先用60毫升灌肠 因多天没排便 怕肠子坏死 没敢多用 看状况再说 灌肠当天 发热 脸部发红 用热水袋尖断温敷了一会儿 轻轻按推就剧痛 用指腹按推上胸椎和剑椎 两处原始点 没反应 姜汤灌进去都没排出 第二天 也没排便 持续吐黑痰 只喝清水 给姜汤就马上吐出 因此没逼它喝 尽量顺着它 让它心情愉快 它不让温敷按推 上午 我又用相同浓度熬制的姜汤 200毫升灌肠 到下午三点多 在湿浸情况下 开始排便 排了很多 第三天早晨 继续排了很多大便 也不哮喘了 也不吐痰了 也退热了 父亲真的度过了生死观 这次没事了 排便后 能靠墙上坐起来 不吐痰了 但表情痛苦 第四天 可以先吃点米汤 逐渐再给些西米粥 大量排便 持续六天后才正常 期间排得很费劲 大便都是硬块 用手抠不出来 就用扁的冰棒柜口 我只想帮他减轻痛苦 毕竟91岁高龄 我没有压力 也没有期待 所以就放心做 放手做 我比较理智 反而效果更好 后来 看父亲病的医生 问我侄子 你爷爷走几天了 侄子回 我爷爷已经好了 医生说 不可能 91岁肠梗组的高危病人 还能好 医生还问 怎么好的 我侄子说很简单 就用姜水灌肠 还有念佛 医生连连说 少见少见 不可思议 要命的肠梗组都能好 原始点这么好 灌肠这么有效 救了老人一命 真的不可思议 感恩张医师发明推广 原始点 利益苍生 后续追踪 2016年1月21日 痊愈后半年 体重比病前增加十多斤 依然很健康 心情愉快 生活自理